中央山脉在花莲县以西 只要太平洋形成了台风 封面就会带来大量的雨水 冲下山上大量崩塌的土石 高高地堆积在下游 因无法涵养水分 所以东北季风就会吹起漫天的沙尘暴 笼罩整个花莲 解决之道 唯有晴雨输菌 降低土石高层至寒水区 或输菌完成 放水淹没整个区域 很快就长满水草 可解决80%花莲县的沙尘暴 却因花莲河川输菌一年 停一至两年 导致河川输菌土石的速度 跟不上山上留下土石的速度 导致利物西南岸堤防 必须加高第五次 才能保障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这里出海口还有那么多沙石跟大石屯 因为台湾的台风都在太平洋生存 所有太平洋生存的台风 不管是从台湾登陆 或者是台湾上下游登陆 所有的银封面都会被中央山脉挡下来 中央山脉挡住所有台风的大雨 大雨水将山上崩塌的岩石 大量冲刷下来 所以造成整个利物西 沙石一击的非常满 造成后半段 不管你输菌多少 它每年只要有台风一来 它就满了 这里是花莲县的利物西 过去为花莲开采沙石的重要基地 却因单价无法与进口沙石竞争 导致河川输菌土石销售困难 河川输菌的速度 赶不上台风大水冲下的土石 只好放任流入大海 而中上游高滩地 台风豪雨大水也无法撼动 以至大水集中冲往堤防 严重影响河防安全 这里两边的高滩地 几乎与堤防一样高 北岸堤防跟南岸堤防的沙石堆那么高 那下游更高 河川冲下的沙石那么快那么多 所以要赶快输进 没有危害到堤防的安全 要如何解决花莲沙尘暴 又可保河道畅通 加速农田台风排水 政府应将河川输菌 规划为长期性 只要在每年续期 最容易造成沙尘暴的高滩地 列为优先输菌 就可形成天然求沙区 只要好雨 求沙区可留下部分较细的沙石 不致全数流大海 又不妨碍河防安全 每年可增加一至两倍的土石原料 增加台湾近百亿的产值 即补充台湾沙石不足 不需再依赖大陆进口 这里是万里西中段 这里到中上游 这是永远的冲击点 已经数年都冲击在这里 菜做的沉香也放了蜡蜡 如果有需要再加强 你把中间的高滩地 放在工程预算 把它挖过来提方边 不用一年只要碰到台风 就完全流光光流到大海 这些沙石有人要买 你可以换成钱 多多花莲沙石不足 这个就是沙石 台湾目前大量进口大陆沙石 就如同矿物局所说 大陆出口沙石给台湾 其政治意图非常明显 基于风险管理 不宜高比例进口沙石 其实只要在花莲各河川汇流口 与缓流区勤于输俊 就会形成天然求沙区 每年可增加上千万公顿的土石原料 其单价绝不会比开采路上沙石高 又可解决花莲长期以来的河流问题 这是瘦风溪 以花莲溪的汇流口 最近才开采几百万吨湾 今年的台风 包括外围湾流 早就把这里填满了 这等于是天然的求沙区 只要在这里不用挖很深 一下以沙子都流下来 不止这里满 整个上游往上 到东方山脉那里都 山里面都满的 为了证明花莲沙石品质优良 符合法规标准 特别邀请SGS检验公司 派源至花莲利物锡 及寿风锡现场采样 经检验证明 花莲沙石没有潜在性检骨材反应 现在只需要规划稳定长期的输俊 即可成为花莲河川及人民安全的 益铁良药 花莲沙石工会 祝大家金鸡报喜迎新春 第一年秦大宴 恭喜恭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广州 我来拔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aves 信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今回是您能iji的日常